生態旅遊 之前我也不知道說 你看這兩個有交集 但是有沒交集的地方 有沒有人知道說 為什麼生態旅遊和自然旅遊會有沒交集的地方 我就直接說囉 不好意思 生態旅遊現在的定義 它其實包含了一些文化層面的一些東西 就譬如說 你可以到 某個地方然後觀察 某個地方的動植物生態 但是在這個地方 可能有一些原住民 然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他做的一些 比如說他蓋房子或是怎麼樣 其實跟生態跟自然環境 並沒有太多的直接關係 但是你觀察他的文化 這個東西也算是那旅遊的一環 所以他就是有一些 沒交集的地方 剛剛講了就是承接上一個注意 他就是有一部分是文化的部分 那 探險旅遊 那不用講了 我第一次沒有去過的地方 大概都可以稱作為探險 然後我 我為了讓大家去 有一些比較 規劃比較好的一個生態旅遊 所以我每個 想要開展去的地方 我都必須自己先去 去了解到很多的細節 所以我自己當然是一定要去過 然後所以 在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可以稱作為冒險 但是 之後再帶大家去的時候 我當然希望大家都 可以感受到一點點探險的感覺 但是不會真的讓大家去冒險 因為冒險聽起來是有某個程度的危險性的 然後 這個 這個圖呢 只是在說 生態旅遊 其實在 A的部分 是另類旅遊 感覺它是一個比較 稍微專業一點 稍微有一點門檻的 但是其實它有更多一部分 是可以設計成大眾旅遊 所以 阿明 阿明